在整整快12年前 2010年的时候就出过一台专门玩AR的游戏主机 用的还是数码宝贝这个民间的大IP 我现在讲 漫改游戏使用上AR技术可真的是少之又少 除了Pokemon GO之外 你还能稍微想到第二个稍微有点热门的AR漫改游戏吗 没有吧 更何况是单独做一部游戏主机 先别管它好不好玩了 就这勇气我们也很值得敬佩的 怎么说也算是最早的一批漫改AR游戏了吧 好了 那么铺垫也够多了 那么这节视频我们来盘了是这款游戏机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数码宝贝合体大作战 交错战争 AR电视游戏 在神秘三人的帮助下很幸运啊 本期准备的是一台全新的游戏机 这就是游戏机的主体了 插上附送的支架 打开电源就正式开始游戏了 这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游戏菜单是半透明的 是通过游戏机前方的摄像头进行捕捉操作的 游戏内所有的操作 用的是附带的两个小胶片啊 透过半透明的界面 就可以在游戏内进行操作了 哇 这么高科技的吗 哥们 对了 差点忘记说了 这款游戏刚开始是没有提供任何的数码兽的 那数码兽该如何获得呢 咱们也该醒醒了 这怎么说都是旺带的游戏啊 是的 没错啊 这部游戏机是需要和第六代暴龙机进行联动的 把你暴龙机的数码兽移过来玩AR小游戏 就是这台游戏机的卖点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再看这些视频的观众们 你们对暴龙机感兴趣吗 感兴趣的可以把感兴趣打在公屏上哦 这样好吧 如果点赞过5000 我找个时间把暴龙机全系列入手了 做个视频吧 回到正片啊 没有第六代暴龙机也没关系 只要你这台游戏机是全新的就可以了 因为在它的包装上是有一个数码兽二维码的 只要一扫直接获得一只 强调这是一部AR游戏机 说是这么说 但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抑制小游戏 类似于用胶片控制数码兽打地鼠什么的 不过里面有一个打冰球的游戏真的挺适合两个人一起玩的 它真的不是任天堂出的嘛 剩下的就是和如今的AR小游戏一样 和数码兽进行拍照什么的 不过确实啊 这颗来自11年前的摄像头是有点马赛克 但是勉强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这部所谓的AR游戏机 就只能把数码兽帮过来玩玩AR小游戏什么的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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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兽在这个AR游戏世界里也是需要养成的 通过玩小游戏获得的食物进行驯养 但如果等你真正养成到不错的战力 就可以挑战BOSS了 这些BOSS的AI虽然不太高 但是它们出现的概率都是随机的 万一下一只就是奥米加兽或者AR法兽什么的 那你拿头去打啊 所以必须得把自己的数码兽的战力提到非常高 才有更大的机会打败BOSS 但有一说一确实是拿头打啊 拿手指头打 在这款游戏的战斗模式下 并没有什么防御啊什么技能啊 统统没有 战斗模式下的手段只有一个 就是拿你的手指头去戳它 战斗场景就是摄像头捕捉的实时画面 场景内还会随机出现非常多的道具啊 大部分都是加攻击力 恢复血量什么的 但这个缠住体吃掉之后是可以使用必杀剂的 必杀剂是全自动的 采用的是老虎机这种吃运气的玩法 BOSS也是一光比一光难的 这座塔我甚至还没到一半就已经开始打不过了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玩这款游戏的话 一定要用手一台暴龙机啊 实在是太难了 这里我来一口好吧 如果你没有买暴龙机来进行联动的话 我觉得你这辈子都通不了关 这里马的是旺带啊 你真的以为通关可以单单靠这一只高猴收 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 但实话实说 2010年就敢专门做AR的游戏机 真的很勇敢 在那会儿AR这个词都没普及吧 就敢在包装上打上AR 科金是真的科金 但黑科技也是真的黑科技 虽然最后销量还是破开了 不过直到如今你们看到的这期视频 也算是为我和你们成功的涂了一次乐吧 不知道看到这里的观众们喜不喜欢这一视频啊 如果喜欢这一视频呢 不妨点个赞哦 上年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